你好,我是鄧小平的複製人 和英女王依蕊三八二世的複製人叫做王老雲 因為我媽媽依蕊三八是皇帝 和中國鄧小平也是中國的皇帝 所以我就是聯合國皇帝王老雲 聯合國皇帝鄧小平就可以 今天我要講講講曾國泛 曾任權就是曾國泛的孫 大漢奸曾國泛就是令到中國成為東亞病人夫 和百年創傷的主要人物 大漢奸曾任權現在還在香港繼續違非作大 繼續陷害中國 繼續在這裏破壞中國的影響中國的正常運作 中國的自然強不適 繼續陷害中國 那我 這個就是曾任權 這個就是曾任權 這個就是曾國泛 曾國泛就寫了這首詩 曾國泛就寫了這首詩 曾國泛我祖曾子說 漢人垃圾 諸狗不如 取其漢人人頭駱 強姦漢虎天驚地道 漢人財物取沒他也 漢人不准見國家也 用鴉片折磨漢人也 曾任權就應該諸狗族 原來曾任權和曾國泛 李鴻章是中國歷史上 滿清民國和現代的大漢奸 他們滅太平天國 全部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是要消滅 漢人正義的國家要給滿清南韓 建立一個獨裁邪惡帝國 迫害漢人 他們和洋人開戰的主要原因 就是要騙取中國的軍費 和他們買白粉給漢人 而不想付錢 不想付白粉費給洋人 不想付洋人的白粉費才開戰 在曾國泛的領導下 中國和洋人的戰爭 都是慘滅收場的 好像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 八國聯軍中國戰爭 都是曾國泛 曾國泛全李鴻章 毒去曾國泛和李鴻章的軍隊的商軍和淮軍 攻入南京之後 屠殺強姦劫殺八十萬中國人民 以及用毒藥毒死孫中山和霍元甲的原來 近代史葉劍英和曾國泛做了親戚 李鴻章、江青和毛澤東做了親戚 引入了日本侵略中國 挑撥以南韓人和滿清人為主的日軍 發動南京大屠殺 被鄧小平和美軍打敗日本和滿清軍 之後救了全中國人 李鴻章的親戚 李鴻章的孫女 江青和葉劍已經發動文化大革命 迫害漢人 最後都被鄧小平呈定了四人幫集團 又一次救了中國 之後鄧小平中國開放改革使 令到漢人走上光明重生 在滿清時代 曾國泛 在滿清的時代曾國泛 他寫的法律 寫的規矩要漢人只准耕田 不准讀書 和漢人和滿清婦女說話 或者高大的漢人和聰明的漢人 一天都要殺頭 就是要逼到那些漢人走投無論 忍無可忍 連小小生存的都不會給你 做狗都不如的生活 中國共產黨在鄧小平的大領下 中國復興 但是曾國泛和蔣介石做了曾施 做了一個李嘉誠 成為他替身 這個主角曾國泛是誰呢 曾國泛就是曾任權 曾任權就是曾國泛的孫 做了香港特首 李鴻章和江青的親戚 就是李兆基 李澤基 原來就是李兆基的兒子 做了香港首富 這些漢奸獨卻中國 令中國永無寧靜和和平的日子 原來1998中美軍機事件 和台灣200年變天大選 六四事件 白人工都是曾任權利 趙基 李澤基 從中用錢來搞鬼 收買人 從中要搞屎棍 要用核彈毀滅中國人的奸計 這班人我們一定要特別注視 他們要計劃在中國建立一個白粉帝國 選出一個白粉皇帝 最後將世界變成白粉世界 迫害世界人民 要全世界成為他的老帝 這個世界的敵人 就是曾任權這個 這個曾任權 還有這個李鴻章 這個就是曾任權 大漢奸登任權 這個就是大漢奸李鴻章